众所周知,刚出生的宝宝皮肤柔软,皮肤的防御能力相对较差,新陈代谢这方面的能力很强。 如果你不给小宝宝洗澡,汗水和排泄物会很快刺激到宝宝,这样就容易感染小孩子的皮肤,导致他的抵抗力急速下降。 正确的沐浴方式有利于宝宝新陈代谢的顺利进行,从而促进生长发育。 除此之外,洗澡更加有利宝宝的身体健康,增强他的免疫系统。 今天,我想和大家分享印度宝宝妈妈给小孩洗澡的正确方法。 其中一些知识很是值得我们向他学习。 我们都知道,印度是一个非常炎热高温的国家,所以他们通常在户外洗澡。 他们一出生就躺在母亲的腿上进行洗澡。 可能是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个洗澡方式,所以今天印度宝妈带的婴儿很少哭。 印度人在洗澡上很认真,他们尤其喜欢泡澡。 可以大声地说,他们应该是世界上最喜欢洗澡的国家。 我们经常从新闻中看到印度一大军人在恒河中洗澡。 现在,我们看到婴儿洗头,一点也不吵,更不哭。 宝妈对宝宝洗澡很认真,这个手法技巧非常流畅。 宝妈边洗边给小孩按摩。 真心想说,这样洗澡真的很干净。 印度人非常喜欢他们的头发。 他们从不染发或烫发。 他们的头发保养得很健康。 洗完头发后,他们会用水冲洗得非常干净。 看到婴儿的表情很舒服。 在给婴儿洗澡后,许多母亲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。 帮婴儿洗澡后立即给她穿衣服是不对的。 你看印度的母亲给婴儿洗澡后,会给孩子的身体涂上奶油。 少部分的母亲认为这是多些一举。 但这样的想法是不科学的,因为小孩子的皮肤很娇嫩, 沐浴后肌肤水分会损失,身体也会变得有点小干燥。 所以,给小孩子洗完澡后,给我们的宝宝身体涂上润敷霜也是很有必要的。 涂抹后开始进行按摩。 技巧和力量要适当,否则容易伤害到小婴儿。 看到我们这个视频,不得不说,给婴儿洗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 视频前的宝爸宝妈们,对此你怎么看呢? 欢迎留言评论。